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我什么都不知道 没事 没事 我呀 有的是时间 等你慢慢想啊 黄冰棍 你放了我 放了我 爹 你 这 少女 没错 听得了吧 是你家女儿啊 在外边等你半天了 你放了她 你放了我女儿 黄冰棍 你用手冲我一个人来 你 你放了我女儿 阿三兄弟啊 放不放人的决定权 在于你自己 不在于我 只要你把她交出来 我立刻放了你女儿 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啊 没事 我呢 有大部分时间啊 等着你慢慢地想 但你家宝贝女儿等不等得了 爹 那我就不知道了 爹 你放了她 你放了她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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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怎么样 想起来了 我告诉你 你放了我女儿 只要你告诉我 我立刻放人 好 任大哥在死之前 我们见了一面 见面 交代你什么了 任大哥跟我说 他把一个很重要的箱子 放在了一号层口 箱子里试试吧 我也 不知道 是什么东西 你答应要翻了我女儿的 只要我拿到东西 我就放人 老四 老四 你怎么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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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我 就凭你们俩 难道就凭你呀 我就多少也学过一点的 也好 多个人多分力量 我刚才看到黄敏昆带人走了 你赶紧进去救人吧 一秋 你等一会儿再进去 嗯 是男人的 跟我走 快快快快快快点 去那边吧 好 绣云 动作快点 黄敏昆怕是很快会回来的 到时候大家都麻烦 绣云 你没事吧 绣云 还有坤叔 不管这么多了 就绣云要紧 别暴躁了 快点 坤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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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 快走 黄敏昆的车已经回来了 再不走谁也走不掉了 你这个老东西 根本没什么巷子 还居然趁我不在 把你女儿救走了 你胆子是越来越大了啊 少月被敬走了 让你耍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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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让你耍我 老天终于开眼了 我让你笑 让你笑 我让你笑 让你笑 笑啊 我先把她抱回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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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秋 你赶快找医生 你赶快找医生 好 你放心吧 李公馆别人不敢轻易闯的 李公馆别人不敢轻易闯的 好好照顾她 好 知道了 好 知道了 她竟然也会去救人 她竟然也会去救人 完全不是那个冷漠无趣的林依晨啊 她竟然有如此变化 是个好事儿 秀云在李依元家也好 会更安全 为什么要帮她 她是我调查徐介发这个案子 重要的证人啊 那另外我也是有私心的 私心 就是帮她哥哥追秀云吧 你确定这个人和黄炳坤不合 您有所不知 王彪早就看不惯黄炳坤的做法 又敢动不敢言 受了不少气 喂 哪位啊 大夫 除了您刚才交代过的 还有什么觉得要注意的地方吗 一会儿病人醒了之后啊 情绪起伏可能还会比较大 你们照顾的人一定要注意 千万不要刺激她 好的 我看你不像是个只为钱的人 你接近计发 到底是什么目的 目的 还是问你自己吧 你隐瞒自己的过去 到底是为了给林家申冤 还是在利用他们兄弟俩 为自己复仇呢 你怎么会知道这些事情 知道什么 知道当年你曾经因为金库被盗 而被通缉 大夫 麻烦您个事情 这里发生的事 暂时不要告诉我父亲 可以吗 这个 您放心 我会自己告诉他的 那好吧 麻烦了 谢谢啊 你自己 好 慢走 哥 爸爸 哥 哥 没事儿没事儿啊 哥 爸爸 你也这样子 你这么多了 你这么多了 我妈妈还是直接认得你 说你自己的家人 那是自己的家人 好 很像你这样子 我去看你 这儿子 我准备你 这点我相信 哥 你说 死了哥哥 丢了爸爸 自己还伤成这样 还有比他更可怜的人吗 等他醒了以后 别在他面前提这些事 免得他再受刺激 哥 我觉得 有一个人他肯定想见 谁啊 林奕辰 他 你不是问我 为什么最近一直找林奕辰吗 你看啊 我一时觉得徐继发和林奕辰 像是一个母子里刻出来的 所以我怀疑 他的哥哥徐继发 就是奕辰失踪的哥哥奕华 对呀 秀莹见到亲人 也许心里会安慰一点 我去给奕辰打电话 怎么了 你什么意思呀 我还以为你 要帮我呢 没想到 是为林奕辰找哥哥呀 你什么时候对他这么上心了 这不像是要毁魂约的人呢 我帮了你这么多 你这个人可真是狼心狗肺啊 等我把秀莹叫起来 一会儿我让他出去 别别别 我欺负你了 我错了好吗 好了我错了 这样 你想想如果秀莹醒来了 看起来林奕辰 非但没好起来 反而情绪更不稳定呢 这不是适得其反吗 你说了也是啊 你还说我呢 你呢 不是要奔事业吗 现在班也不上 整天在家想着秀莹的事 我跟你说 被到时候女孩追不成 事业那边也泡疼了 对对对 那这样 你别离开 一步也别离开 好好陪着她可以吗 放心吧 我会把她照顾好的 好 那我 对了 别让那个女人吵她秀莹 行了哥 别老这个女人那个女人 人家叫吴怡 有名有姓的 你再这么说 爸又该不开心了 我管这些呢 我走了 行 去吧 看你了 大律师 帮我过一下目吧 怎么了 我那个公司说是有一批货 延迟发送了 和对方有一些纠缠 我也搞不清楚 到底是怎么回事 看得出来 订这份合同的人 一定是个精明之人 我小罗律师 应该不是一个食言的人 我可以替你去办这件事情 不过 生意人啊 就是生意人 生意人 别看了 别看了 走 派人去找徐秀云的下落 看可是什么人救走的 是 喂 你好 我是郑晓天 据报你绑架的电话都打到警署来了 我也只能帮你拖延几天 你赶快想想办法 秀云怎么样了 她被李怡秋兄妹带回李公馆了 医生已经看过了 没什么大碍 易元家倒是个好去处 黄炳坤再魂也不敢去那儿弄 不过你在劫狱的时候 和李家兄妹碰上了 没露出破绽吧 目前还没人怀疑我 这对兄妹也是奇怪 怎么对秀云这么上心呢 李怡秋是个记者 好奇心强也很正常 难得的是为人正直还热心 她是议员的女儿 又是记者 有些事情做起来 比我们方便 必要是你可以用上她 我明白 我担心的倒是另外一件事 那个李云生 以前就老去酒馆找她 这下秀云住进了她家 你就不怕她进水楼台 至少她不会伤害秀云 我得先找出背后那只黑手 臭小子 就得这么想 咱才能成事 不怕她 一件事 空洞 太厉害了 我想要看她 我必须 那更可能 就成了 大白 我始终了 我扶你 那些博士 你 真的 这场 有 那 是谁记得这些材料 锦鼠里竟然有黑道的内鬼 这伙人相互勾结 暗通消息 一起分葬 背后应该还有更重要的人 是黄炳坤吗 他有那么大能耐吗 那会是谁呢 这肯定是个大新闻 我一定要跟踪到底 黄老板 李大记者 见你一面真不容易啊 不会是躲起来了吧 李大记者 我黄某人对媒体的记者 永远是知无不言 言无不尽 那好 我问你 你为什么要抓徐警官的爸爸 你跟他爸爸认识吗 如果不认识 就是光天化日下了绑架 李记者 这话可不能随便说 我只能说 这小子跟我比较有缘 我跟他老子曾经是败把子兄弟 你说我们兄弟之间 喝个茶聊天许个旧 这怎么能算是绑架呢 再说了 我只是一个商人 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 我怎么能干得出来呢 我只是不但明白李大记者 你这消息 是怎么得来的呀 兄弟 那他现在人呢 我也是很想找到他呀 我也得安慰安慰他的 狮子之痛啊 这么说 黄老板一点都不知道他的音信呢 嗯 如果我知道了 哼 我第一时间告诉你啊 告辞了 不送 咱们一切以合同为准 对啊 所以你们得赶紧给我们供货 你们违约了 是你们违约了 延迟了付款 回去好好看看合同 上面写得非常清楚 货到确认后付款 你们都货运到了 我们需要时间来确认 你们收到我们的确认单了吗 这以前是不需要的 所以说我们还是很大方的嘛 还没有给确认单 先把钱打给你们了 回去告诉你们老板 我们履行了合同 支付了货款 我们是守约方 如果你们再不给我们供货的话 你们将要承担 一切的赔偿责任 所有的事情 我觉得我们以后 还是以合同为准备交好 确认单 今天之后就会给你们 林总 我原以为 这次我们会占下方 真是万万没有想到 货到确认这几个字 帮了我们这么大的忙 不是我厉害 是律师厉害 这次多亏了罗世平 林总我就想不明白了 这个云生干吗老针对你呢 你们两家不是快成为亲戚了吗 看来这个李云生和林奕辰 真的不太对付 林总 您刚刚说什么 我说亲戚归亲戚 公使归公使 一码是一码 我也觉得是 那我以后也得小心一点 不能让他们再钻了空子 你能力这么强 我当然相信你了 卖报卖报 今日头条 郑书长敲诈勒索 警署官员与黑道勾结 卖报卖报 卖报卖报 今日头条 郑书长敲诈勒索 郑书长敲诈勒索 警署官员与黑道勾结 老板 我们安插在警署的人 大半都受了牵连 最近可能不太方便联系他们 用不着你来提醒我 李淑阳 你动不了我 却让警署去动我的人 你就不知道我这都花了多少心血 多少钱哪 现在倒好 连你女儿都爬到我头上来了 那咱们就走着瞧 到时候 我会让你们一分一分的 全都给我还回来 听说那个女记者 声称自己是徐继发的弟妹 说徐继发是林毅臣的亲哥哥 果然不错 我说他俩怎么长得这么像 那个死的 肯定是林毅臣的兄弟 怎么说 他们俩是见过面了 不清楚 那你们还不赶快去查 是 来 喂 我是黄兵坤 你有什么事啊 您的女儿最近可有些多事了 您要是管教不了 我可要帮您过安管了 这家伙已经控制不住了 不知道那个王彪有几成把握 看来他赶紧安排 想威胁我 你还嫩了点 你小子 天天被一帮人盯收 还能跑到我这儿来 本事不小 这哪儿急得上 女叔你铁口神断的万分之一啊 下次教我点 这不但是我的吃饭家伙 也是天机哦 天机不可泄露 不可泄露啊 是天机不可泄露啊 玉兽 我要再去九根树 不急 黄炳坤现在肯定增加了人手 不能冒这个险 可是挽救他一天的话 他就多受一天的苦 不可泄露啊 小子 忍忍吧 小不忍则乱大谋 黄炳坤也只不过是颗 受人摆布的棋子 藏在他身后的那只黑手 才是我们真正的敌人 万一救出老东西 线索断了呢 小子 小子 有得必有失 懂得失 才能得 这些天老东西还活着 说明对黄炳坤有用 暂时不会有事 您总是让我忍 您从小教我这么多 等的就是这有朝一日 如果我是你亲爹 我可能希望你平平安安地 过一辈子 什么报仇血恨啊 血债血偿啊 统统不重要 可是我不是 我要报你爹的救命之恩 我要让这不长眼的老天 开开眼 小子 你不会怪我吧 即使我不报仇 他们也不会放过我们 血债 当然要用洗梅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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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民族工业 中国国内货币不同意 只必兑换混乱 东北与上海无法直接通回 中国民族产业陷入步履围奸之境 只能在夹缝中勉强挣扎 中国民族纺织业遭遇到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 劳资冲突异常激烈 多地爆发抗议事件 国内货币都不愿 抗议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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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对残忍 工人们真的闹起来了 这会儿人凌晨就聚集起来了 您真是了事无人 早安您的吩咐 人都已经准备好了 我着急 再等等 乙辰改来了 行 你们人再不救了吗 不要吵 不要吵 好吗 别吵了 林总 怎么回事 从凌晨开始就一直这样 工人闹得厉害 这群工人 每一个都很激动 他们为什么罢工 谁是领头人 大家冷静一下 林总 这么混乱 解决不了问题 选个代表 来和我谈 把十年来 为龙兴集团辛苦工作 任劳任怨的老员工开除 这难道就是林总经理说的 人事改革吗 看来是逸臣坚持裁员 才引起罢工 他为什么这么做 这个人不太好对付 到底是什么问题 我认为 就是养一条小狗 有良心的主人 也不会让他出去挨饿 对 好 麻烦问问一下 你们发生什么事了 他们要把工 怎么回事 闹把工呢 好 我们先回去 等他们闹完了 我再跟他们谈 对了 你去查一下他们龙兴闹把工 到底是为什么 是 走吧 你们 说这样 你们 老板 那个姓赵的警察 以抓逃犯的名义 去了关押徐宝根的地方 那人 都安排好了吧 是 屋子里已经七里干净了 那个烂赌的赵警官 真是爱跟我作对 肯定和救人那些人 是一伙的 老板 老板 要不要 警告他一下 可以去意思一下 但不要闹出人命来 在我当上董事长之前 可不能再出腰盒子了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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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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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总刚刚已经明确表态了 问题肯定是要解决的 请相信我 也请相信林总 一定会给各位 一个满意的答复 好 可是那我们今天就算了 行了 大家都去食堂吃点早饭吧 好 散了吧 好 就等他们三天 好 走 吃早饭 走 走 就这几句话就都撤了 是啊 奇怪 我觉得他工作起来比平时干净利索多了 就连孙秘书也不像原来那么沉默 也猪头了面 给他顶着 好 喂 一辰吗 解决得不错呀 能缓解矛盾 这就是能力 谢谢您夸奖 你好好干吧 如果他们再闹 就像你说的 开除 打上海找几个工人 还不容易 我明白你的意思 谢谢秦叔叔的信任 好 他变化很大呀 再观察看看 连孙秘书也这么能干了 秀云 秀云 你醒了 你 你走开 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不知道 你走开 我什么都不知道 你走开 怎么了哥 秀云 我她 她怎么这么紧张 没事没事 秀云小姐 我是一秋 你不要怕啊 秀云 我是云生啊 秀云 你别害怕啊 这是我家 那些坏人啊 不敢进来的 那你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我再上来 那行 你别害怕啊 先盖上被子 盖上被子 哥 把医生叫来 好 马上 你躺下吧 我不走 我在这儿陪着你 来 把被子盖上啊 别着凉了 把十年来 为龙兴集团辛苦工作 任劳任怨的老员工开除 这难道 就是林总经理说的 人事改革吗 这个人对我提出的 和解建议无动于衷 莫非是另有所图 如果这次罢工 有人在背后操作 那我可得小心了 林总 已经安排好了 半小时后 开董事会 孙秘书 我觉得这件事情 不是裁员罢工这么简单 你把这个 罢工带头人的资料 给我一份 我要他这些年的所有记录 这个人恐怕有问题 好的 林总 您放心 我会为您准备好的 对了 你看 公司现在有这么多的 文件需要看 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你告诉我 哪个需要首先处理 他果然不一样 懂得圆融地处理紧急事务 头脑机敏灵活 表达直率又有余地 他很胜任这个位置 林总 您这是在考稳的吧 当然是 这一份 这是咱们和得胜集团 竞争这次外资订单的 项目一项书 这次招标 最有实力的除了我们 就是我们的老对手得胜了 董事会那几位 怎么看这事 我觉得 这个您应该非常清楚 几位董事对您要裁员 意见各不相同 他们肯定会对您发难的 林总 您这几天工作 应该非常地忙吧 您看您的衣服 今天没换吧 以后啊 您有什么事尽管吩咐我 我一定会全心全力地 配合您做好 谢谢 去忙吧 是 林总 还要换衣服 还要换衣服 真麻烦 一辰这是过的什么日子啊 今天新闻 纺织业龙头之一 龙兴集团近日发生大罢工 此事让备受日本生司侵袭的国民纺织业雪上加霜 据悉 此次罢工由龙兴集团裁员引起 来 一辰哪点配不上你啊 婚姻大事也听爸爸的 绝对没错 我不想现在就和林一辰结婚 我还年轻呢 像一辰这种听话的青年 你去哪儿找啊 爸爸 您不是说听话吗 但我说的话 逸辰她根本就不听 比如说前段时间吧 警署有个警察去世了 长得几乎跟她一模一样 您不觉得奇怪吗 然后呢我就跟她说让她去看看 您知道她怎么说 她说这个世界上长得像的人多了 让我别多管闲事 对 料理 用龙兴闹罢工的机会计划矛盾 还有就是 林一辰最近的表现有些特别 所以你们要密切注意她的动向 我们宫人一定要团建起来 对 对 对 反对变相裁员 对 对 反对裁员 裁员 好 太散了 哥 你和爸都不在我身边 到现在我也没有找到爸爸 我真的好想你 你 哥 艾萧 让他安静会儿 哥 他这么一直坐在这儿也不是办法 他病还没好呢 这是没办法的办法 总被在家里闷着枪吧 那你怎么不安慰安慰他 借个肩膀给他靠靠啊 我说什么呢 他的痛苦 我们未必能体会得到 没事 我就在他身后 他一转头 就能看到我 我什么时候能遇到一个这样的人啊 会的 义修 总会有缘分的 对了 你不是一直在追踪秀云哥哥的案子吗 有什么进展没有 还没有找到新的线索 不过呢 我写了一篇文章 说警察收受贿赂 也算是帮你的秀云出了口恶气了吧 好 都还有什么 傭严 心目 parameter 小子 起发 来了 你需要的东西 我已经给你带来了 这是企业管理上的 基本常识 还有在经营中 会遇到的一些法律条文